278大公布 縱火燒住所四百街坊疏散亡名怪漢爬九層樓逃走 2015年7月10日 港文A09大公布信 記者周慶邦報導 大埔庫線線群留作凌晨發生縱火案 一名青年兒在家中用報紙縱火燒屋 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全屋陷入火海 青年從單位外牆爬渠逃走 險象還生 有街坊驚見紅紅麗火下有人站在大廈外牆 立即通知救援人員 警員及消防員上樓請救 卻在距離火牆九層樓樓下一單位 將舉名亡面逃生青年救回室內 他因吸入濃煙不適要送院 警方調查後以涉嫌縱火將他拘捕 火警中約400名居民一度疏散 令兩男一女居民不適要送院檢驗 涉嫌縱火被捕青年姓陳二十五歲 他送院後無大愛 正被警方扣留進一步調查 據現場街坊稱 發生火警的單位原本有一名婦人跟一名青年居住 二人以母子稱為 但有人已常情緒失控 常在酒廊出現及自然治癒 亦會指馬鄰居 並爭奪其中一名男街坊劇商 事件經動警員到場調查 事主亦要送院檢驗 初步不排除有人精神有問題 火警在則凌晨五時許發生 現場為大報膚線 H線群留22樓1單位 有街坊發現該單位霧出火光 黑煙沖天 微記單位火光紅紅 火蝕噴出單位外 並波及樓上及附近單位 消防員直報後迅速抵達現場 開喉及派出煙武隊灌救 協助疏散約400名居民到地面 有街坊發現 一名青年在起火單位對落十三樓的外牆位置危站 險象還生 消防員民訊立即通知同步趕至現場 救援人員作成功借用一單位 將改名危站青年救回 警員上前向他查問期間 有人表示用報紙份屋 警方將他拘捕 一度查問他母親行蹤 稍後證實其母於事發事並不在單位 誰將該名青年拘捕及蒙頭宋苑自理 警長背老翁逃生火警現場有兩男一女住客吸入濃煙不適26歲至79歲 宋苑自理後無大愛 一名住在33樓行動不便的老翁 被一名警長發現無力逃生 警長誰將他背落樓下交給救護員 自理 自清晨約六時 火警被救息 現場住戶自行返回單位 但肖市單位已嚴重焚毀 消防員調查後認為起火原因有可疑 房屋處發言人稱 已聯絡物館公司要求加強巡邏和保持警覺 已受火警影響的租戶 如有需要可獲康牌臨時入住 H.內的空置單位 H.內的空置單位 H.內的空氣